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月29日 星期五 今天經過悲慘的一天 我們是被YouTube 嚴重打壓 政治迫害 被停止發佈 這裏要說 正在申訴中 有機會就可以沒事 有機會 我們做最壞打算心理準備 最壞打算是用不了的 如果真的用不了的話 我們暫時會 現在初步的計劃就會在 Patreon 先放在這裏 因為Patreon有一個功能 因為我們大陸環境也是不出樣的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裏 就這樣按 聽聲 有MPV MPV的檔案方便很多人 一路聽話 一路開 開其他的Apps 做其他東西的方便 因為YouTube是不可以的 YouTube是不可以的 其實YouTube 當時跟我們的客人 聽開我們的客人的收聽習慣也有點不一樣 初時也有一段適應時間 不論怎樣也好 這麼久以來 大家的支持 我相信我們也會很快 建立的 不過呢 要去到30多萬訂閱 我想很大很困難 希望大家盡量幫我們 把這個被封的 信息向外傳出去 希望 支持我們的Patreon 因為Patreon現在是一個 獨立於YouTube的一個 平台來的 所以我們當初也有想過Patreon是用來做後備的 但因為Patreon要付錢 所以一定是訂閱沒有那麼多了 希望大家給最低的訂閱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你想一下 如果是 5美元計算是39港幣 40港幣不到 我們每天有10節節目 一個月有300節節目 你只是給一截一截 其實是一截一截 慘了血汗工廠 其實是血汗工廠 我們也是盼著希望做一些好節目給大家聽 或是 希望大家可以解一下 以前可以解大數 因為當真的有那麼長的覆蓋 這個數字就可以計得到 所以倒轉 跟P2P下載的一樣 越少人 就越這樣計不到數 沒錯 反而越貴一點 多人就可以計到數 所以我們希望如果真的可以上回幾萬人訂閱 5美元也是一個很大的數目 我們就希望 可以做到多一點 現在我們 就是在這個臨時的性質 即是在這個過渡時期 在我們上訴期間 我們將會把我們現在所做的節目全部放在那裏 免費開放的 大家就這樣按下去 也可以聽到我們的節目 希望可以快一點恢復 萬一不能恢復 我們也會暫時用這裏做我們的廣播 因為始終有個基礎 因為 原來我試過在這個Rumbo 阿聯酋應該是封鎖了 另外要跟大家說一個消息 原來英國封了杜拜 剛剛 一小時之前 6年一小時 公佈的 是的 我們就短期內回不了英國 也沒有辦法 住久一點吧 這個不詳細說了 我們先說新聞 今天 又是有突擊的 林鄭月娥現在特襲特上癮 現在這個不是特首 而是特襲 今天 特襲北港 四座大廈 東法大廈 東法大廈 其實就是一個很舊的樓 四座 這裏其實是位於錦平街 即是 福建人的聚集地 新都城後面 新都城 上面是大量的 很大座的大廈 也有大量的福建人聚居 下面是一間富林酒樓 這間酒樓就是當時的福建坊在那裏打等準備打人的時候的聚集地點 今天 焦點就不在北角被封的市民身上 今天 這宗新聞的焦點 落入在這個現場的 黑警身上 事緣有一段影片就拍到這個黑警 在北角那裏 狂奔 彷彿他要追著這個 賊人 或是兇徒 在北角那裏 狂奔100米 他要做甚麼呢 原來就是拿著封鎖帶 封鎖現場 他追的兇徒 是逃亡的逃 他追的絕對是一個市民 如果市民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你走過來那裏封鎖著我 你是不是瘋狂的 瘋狂的 大家以前去遊行 大家會知道以前的遊行 那些警察已經很喜歡 拿封鎖線拉著封鎖的人 但是封鎖的人 被人狂小 狂問候 他們現在 現在不同了 因為經歷了2019年和2020年 現在他們打勝仗 現在喜歡怎樣玩弄人民 所以就拿著封鎖帶他們報仇 喜歡封邊區就封邊區 但是 大家千萬不要不開心 因為北角這一區 我們有 100%的信心告訴大家 絕大部分99.9%的 北角是一個很著名的匪區 其實這區之前是蔡素玉在那裏 肆虐的 最後 去年 基本上都輸夠了 北角只是 保住郭偉強這傢伙 其他 民建聯都輸夠了 所以 蔡素玉 也沒有辦法再視若北角 但是 即使是 不是我的鄉里 他跟我們鄰格很遠 他是北部的 福建有很多種 福建有很多種 那麼他 現在這個公民黨的李宇信 就贏了這區的 就是錦平街 那麼他 當然投給他 那你也要想一想 嚴格來說也不是99.9%是藍絲 如果這樣算的話 應該有很多黃絲 可能有部分黃絲 但是 這一區其實是藍絲 比較多的 因為以往也是福建幫 壟斷 還有 大家有沒有發覺 最近 藍絲通常都是基層 早上要5點起床 要迫地鐵 通宵巴 然後要上班 乘很久的車上班 然後被老闆剝削 遲到一分鐘就說要扣200 扣勤工 沒勤工 其實這個跟共產黨 其實由 建黨 再去到國共內戰 再去到建國 其實一直做的 專握 基層市民 專握農民 這些是香港的農民 低端人口 正如北京當年稱之為低端人口 現在 很明顯林鄭在做的就是清理香港的低端人口 搞一個左敦玉器街附近 然後搞一個東安街 東安街大家知道從哪裡來的嗎 正常香港人沒有人聽過東安街 在油麻地 在碧街轉轉油 碧街滴滴就走過十分鐘走到的 但是我想 99%的香港人沒有人聽過東安街 那是一個 很基層的地方 很多劏房的 大部分堂樓都變成小處劏房的 那時候我看過樓的 90多萬一層 很多年前 那時候真的沒有買到後悔 不用後悔 在英國買回 英國也有這麼便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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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那時候看的那個是415呎 92萬 是天台來的 五堂五樓 我走到上去 我腳震了 所以我最後沒有買到 英國不用擔心 英國有大量這些地方 英國也是大量吸毒的 所以買到你瘦很軟 在倫敦的人都吸毒了 在倫敦的人都吸毒了 在賣白粉 所以 你們不要跟我說 我們在倫敦的人都吸毒了 因為我們看不到什麼的 他正向前面狂衝 衝了一百米 他正在練習短跑一百公尺 要找那些 大迷信那些 捉邪捉鬼 不知道他們現在的眼睛看到什麼 鬼眼啊 是不是也在衝一大輪 還有一個插曲 有一群人渣跑去打卡 那群人渣叫香港政府 叫香港政府 東發大廈地下全部都是地鋪來的 有很多餐廳吃肆 10時多無端端開車 整班官走下去 下車 然後在拍照 拍完照 記者問問題 不搭上車走 完全是走下去打卡 什麼事啊 他們都搞國際打卡線 這個不用國際 這是國內打卡線 他們要給大陸看 國際兩個字 什麼意思啊 北韓 敘利亞 那些緬甸搞港獨 這是國內打卡線 跟大家說一下 東發大廈 其實那個大廈是很舊的 類似 也不只是新都城那麼大座 但是四座連起來其實是很大舊的大廈 上面有很多單位 而且 是龍蛇混雜的 也居住環境是很擠迫的 很多劏房 上面是大量的劏房 樓價 比一般的樓是便宜一點的 因為這裡比較舊一點 根據專家所說 政府現在做這些突擊 基本上對於控制疫情 是一點成效都沒有 他們不知為甚麼 覺得很好玩呢 其實是 畫面好像學了大陸那樣 封城嘛 明早又會解封了 但是 今晚那些人就被迫在老宿 在店裡睡 那些伙計 還沒下班 無論你為何不讓我離開 那他們在睡覺 明天回家睡覺嗎 那種交差的意味很重 因為發現沒有甚麼政績 可能也有聽過他們說 大陸經常都爭著要政績 現在想著想著 反正沒甚麼要做 要防疫 所以就 有空就封區 所以要駕車下去 還要 故意打完卡 告訴別人知道我們下去做了事了 微信放上去給主席看 完全是學了大陸的官學 視察災區那種玩法 當年被人踢爆溫家寶 帶了舊球鞋去 帶了舊球鞋去視察災區 是同一道理 然後那些球鞋是特意帶去的 每一次都是那一隊來的 林鄭這次 會不會是在朋友圈 微信朋友圈放出來 就說我們去那裏做了事 視察了 這次 我相信 是陸續有來的 以後 隔兩的也封一座 但是上一次東安街 300多戶只有一個人 被人覺得成效很低 這座大廈不知道有沒有 整座大廈有多少人不知道 有沒有測到 確診也真的不知道 我們明天出街的時候 大家聽到的時候 應該就 解封了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